两个人花6万座商务舱 躺着去斐济度假 到底值吗 我时速蛮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土来福来到了斐济 有人问 经济舱也不耽误落地 为什么会有人花两倍的价钱 购买商务舱呢 直到我们享受了这趟旅程 才得到一些答案 我们从北京出发 香港转机 再换乘斐济航空 飞行10个小时 就可以直接抵达斐济南迪机场 虽然是不同的航司 但是依然可以在北京直机时 办理行李直挂服务 非常方便 在香港登机前 可以享用贵宾休息室 在私人空间里 安静地等待4个小时 各种餐食饮品都是免费的 上飞机时 也有专属商务舱登机通道 提前登机 飞机航空的姐姐们 已经在登机口迎接我们了 坐稳后 空乘会贴心地送来 饮料和温热的毛巾 这一路上各种餐食 共计选择 午餐 晚餐 早餐 中式 西式 前菜 正餐 水果 还有甜品 应有尽有 漫漫长夜 从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开始 店人看累了 就该睡觉了 凸床这种事 交给空乘姐姐就行 座椅调制水平 戴上眼罩 穿上拖鞋 这样就可以开始一场航班上的美梦了 飞机时间早上6点钟 我们即将落地 所有空乘人员 专程前来道谢 他们已经记住了我们的名字 完全没有疲惫感的我们 下飞机后 就开始了一天的旅程 20岁的我们 追求速度 精力充沛 只要抵达目的地 并不在乎过程和方式 30岁开始 我们更愿意慢下来 不再舟车劳顿 风尘瀑布 因为我们走出的每一步 说出的每句话 都将铿墙有力 质地有声 穿越云层 终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位置